這個第十二題這一題 第十二題 題目這個題目其實我們講義裡面有 他說1-x 加上1-x 的平方 加點元點加上1-x 的十一字方 請問你展開後 x 三字方的係數是多少 呃這個題目的解法是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你應該把前面這個四值有沒有 先把它整個算出來 那這個很明顯 你可以知道它是個等比級數嘛對不對 首相是誰 首相就是1-x 公差呢 也是1-x 所以我的s 等得什麼 還記得那個等比級數的公知什麼嗎 是不是1-r 分之 a1乘上 e-r 的 n 次方 所以你要看進去算 順便搞定成了 1-r 就是1-x 然後呢 a1就是也是1-x 然後乘上誰 乘上 1-r 就是1-x 的幾次方 1-r 次方 這樣子 好那整體的結果就變成了 x 分之 你把這個1-x 乘進去 就變成了 1-x x 減掉 1-x 的 12次方 這個答案給你也是對的喔 好 然後接下來開始看說 x3次方的係數 那我先跟你說 這個題目呢 這邊如果他只問單純問x3次方的話 你就不用考慮到它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跟我們沒有到那個3次方以上的 所以唯一會影響3次方的只有誰 只有這個部分 這個 請給你看 x 分之 負的 1-x 的 12次方 看懂嗎 好 這個才是無藥的關鍵喔 那接下來我們開始要思考一下 呃 這裡的負跟這裡的x不用擔心 你要考慮是這個地方 請問你1-x 的 12次方的一般式是什麼 是不是應該是C12取R 然後呢 1的多少次方 1的12-r 次方乘上 -x 的 r 次方 這是他的一般式對不對 那這邊的r 你應該在多少你知道嗎 你的r應該要帶4 為什麼你的r應該要帶4你知道嗎 因為這邊出現4的話 就會變成了x的四次方了 才會跟這裡的x消掉 聽懂嗎 所以我的r應該要帶4 會啦齁 你r帶4的話 這一整個出來了 這一整個就變成了 我只找個4的地方 就變成了 x分之負 然後呢 帶4就變成了 c12取4 這裡就一樣是1 這裡呢就變成了 負x的四次方 好 這樣會啦齁 那所以答案呢 這個應該是負的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剛好 剛剛看到這邊 有個負號 他一定要包包一個負的 對 然後包包一個負的 對 對 對 好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但是負的4求 齁 記住齁 我跟你說 你在寫的過程中 因為我覺得齁 可能對於你而言 你都會有一台 我講句實在話 這種排列組合啊 說穿了都是有 注意聽 說穿了你都會有自己的一套邏輯 你知道嗎 現在重點是你的邏輯合不合理 還有有沒有地方少漏掉的 這也是為什麼剛才說 我亂看寫考卷的時候 很重要的地方是 我希望你寫完考卷之後 能夠檢查的原因 因為這個單元 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想法 那有些想法是ok的 是對的 可是有些想法是不行的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去做檢查 比方說我寫完了 我就要對答案了 然後錯了才找那個 原因 那樣子的話 我對講講會就會殺傷力很大 我再說一遍拜託你一下喔 考卷尤其是這個單元 我都建議你寫完之後檢查一下 包含你回家之後的題目練習 除非你已經確定說我ok了 你不要寫完就只要想要對答案 然後錯了才開始想說 喔我那一錯 那樣子的那個效果 尤其是這個單元 效果會變得不大 好不好 ok